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云南的明乐 昨天来到了明乐 在这边住了一晚 然后今天又在旅馆里面摸了一天 现在才出来 准备过来看落日 旁边这边就是湖泉度假景区 我准备要去到湖边找个地方 安心的坐下 然后就等待落日晚霞 我感觉真舒服 明乐这个小城 其实有一点点那种热带的气息 看看前面的棕榈树 就感觉得到了是不是 这个湖泉呢 因为是一个很大的湖泊 周边会有那种健身步道 旁边会种有这种棕榈树 跟那种压热带风情 热带风情就比较像 来到这边度假 休闲娱乐 旅居 真不错 哇 这个风有点大 这湖风有点大 今天的风有点大 比昨天要大很多 这边这个地方 就是沙子 有点粗 那边的话有很多小朋友 那应该就是 可以玩水嬉戏的一个地方 啊 风有点大 哎呀 很棒 走到小朋友玩乐的区域 对我过来看一下 这是过来刨坑啊 挖沙子 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 啊 啊 它这个沙子 不算特别软吧 但是还算是细沙 比起那些粗粗的沙子 这里还是还可以吧 过来这边玩沙子 挺棒 哇 这个风真的好大呀 但是在这个地方真的好休闲 哎呀 改天应该穿上脱鞋子 过来这边玩一些水 玩一些沙子也不错 你看我这后面 晚霄 啊 啊 这后面 这个 哇 来到这边拍照也不错 啊 这风吹的 画的画的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夕阳已经落下了 已经下到山的另一端去了 准备天色间暗 真的是太舒服了朋友们 坐在这个湖泉的湖边 特别舒服 看我现在坐的位置 这边有一块大石头 独立的 我就坐着 面前就是 这个湖风 吹着 有点微凉 但是还能接受 主要是我还穿了一件外套 很舒服 整个体感很好 宁乐这边的气候很好 气候很好 不会特别热 但也不会特别冷 你稍稍穿一件外套 对啊 很舒服很舒服 那个感觉 体感很好 太不错了 今天又是慵懒的一天 我今天其实没有出外面 没有到处去转悠 我睡了一天 很老实地说 我睡了一天 为什么呢 今天我感觉特别累 我昨天晚上住的那个房间 它没有窗 所以呢 我一觉睡醒 已经是八点半了 那八点半了之后 我整个人就感觉特别的累 特别的没有活力 所以呢 我又去换了个房间 换了个有窗的 有光线了 有窗了 就相对来说更好 所以我要躺床上去 就睡了一天 真的是 没想到我来迷勒的第一天 居然是这么睡过来的 不过至少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洗了个头 然后就出来转悠 还挺好 出来看看落日 这就是我的旅行节奏 很慢很慢 甚至有时候出其不意 不会说 一定要去哪些地方 一定要按照某些计划去执行 我比较随心 比较重心 重心 重心的那个词叫什么 松 反正就是这么个悠闲 不太喜欢约束自己 那很累 偏秤座 比较喜欢自己 就像这里的风 这里的水 你看这风很大 就把那个水一直在往前推 往前推 你看你看你看 过来了 打上来 又打上来 又打上来 这个风还不够大 如果大的话 能够直接溅到我身上来了 但是 这个风还不算特别大 还行 要不然我也不敢做这样 那像旁边还有一位叔叔 也坐在那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深圳湾 深圳的深圳湾公园 那一整条的绿道 旁边就是深圳湾 然后也是很适合很休闲很娱乐的一个地方 但是弥勒跟深圳不同的是 弥勒这边给我的感觉是 节奏更 缓一些 更慢一些 更舒服 而深圳那边就真的是 积极 向上 卷 连带着那个健身 给人的感觉都是带着卷 不是那种悠闲的氛围 不一样啊 童梦 乃 没有 вой 中国 都 太 说不心酸那是假的 毕竟我的心也是有错的 你离开是我心里的彩虹 就捆成灰色 说不心酸那是假的 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 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那些都是黑色 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 我怎会把厮守的寂寞放任了 爱我的话你都说 爱我的事你不做 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 你的悲伤难过我不残破 我也会把尽敬的结果当失舍 不许计较你爱多 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灵色 我看见你一定的客气 要不要紧之外 这都不惊许你不说 我会想到你 我愿意不失去了 我愿意不吓你 你不想到什么 我愿意不想到他的 我愿意不甜